在繁忙時間 香港的塞車問題嚴重 不少人會選擇駕駛電單車 再加上現在外賣速遲行 街上的電單車就越來越多 全港有接近75,000輛領牌的電單車 但車位只得39,000多個 平均大約兩輛電單車欠一個位 早前我們報導過 柴灣樂趣台涉及的億元大維修 昨晚舉辦了特別業主大會 我當然記得了 樂趣台明明是未夠期做大維修 亦未收到維修令 但法團強行推出那個億元大維修方案 而最大的問題是 事件局多次都要求法團 要被工程合約居民看 但法團完全不理會 幸好昨晚的特別大會 業主夠團結才成功推翻大維修 昨晚的大會搞到接近凌晨2點 期間法團還出了不少古華招 幸好民政處出手幫忙 而警方也派出反黑組 來到現場 究竟過程是怎樣呢 我們下星期會繼續跟大家詳細報道 而今天就跟大家探討一下 香港電單車車位不足的問題 經常都說兩輛電單車就要欠一個車位 但有不少車主跟我們說 其實這個統計 是還未算長期霸佔街邊骨位的死車 是呀 我們隨便在街邊的骨位看過 總會發現有一些行車證過期 還有一些鋪了層的死車 就是因為這些死車 搞到不夠車位的情況更加嚴重 為了打擊這個問題 運輸署就打算在今年的年中 就會提交立法修訂建議 新法例就會要求車主 如果你的車兩年都沒有去續牌的話 就要向運輸署取消登記 否則就違法了 在繁忙時間 香港的塞車問題嚴重 不少人會選擇駕駛電單車 再加上現在外賣速遞行 街上的電單車就越來越多 不過香港的電單車車位嚴重不足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 截至2023年12月 全港有接近75,000輛領牌的電單車 但車位只得39,000多個 平均大約兩個電單車欠一個位 不過其實政府的數字 根本反映不到實際情況 事關75,000輛是領牌的電單車 而事實是 很多泊在街邊骨位的 根本就是行車證 一早已經過期的死車 有港島東區的觀眾 就WhatsApp我們大肚腐水 很多車主違反骨位 只可以拍廿24小時的規定 人們又在骨位棄置車輛 運輸署和警方都沒有嚴正執法 搞到現在很多真的用電單車代步 和賺錢的人都沒有位拍車 你看這輛紅色車 行車證過了期 右手邊的電單車拍了超過六個月 其中一輛還被人推出馬路 有兩輛死車被人推倒 還有另一輛被人推到漏油 其實不少電單車司機都知道 則如沖這裡不夠位拍車 又多死車 經常有人在討論群組出post 好危險的 有人扔煙口就整排著火了 最根本是不夠車位 站在那輛上個星期已經搬出來了 但政府還沒有工作 我們去現場看過 在平日早上的10時 這裡八個骨位已經拍滿了車 那輛之前被人推出馬路的紅色車 已經推回入骨位 仔細看一看 紅色車果然是一輛死車 行車證的到期日是2023年的9月 我們去附近的健康世界 這裡九個骨位拍了十三輛車 而這裡十二個位就拍了十四輛車 基本上都不夠位置放的 你會拍在哪裏附近? 拍免費的卡拍 沒有位置就沒有了 自己想辦法 死車一定有的 可能那些沒有排費燃縮就放在那裏 壓住位置 最好是政府巡邏過沒有排費燃縮 擁走它 你自己看得多嗎? 也很多 在這裡很窄 因為這裡很窄 因為很多人做事 很多電單車很難 一定有抄牌 抄牌又多又沒位置拍 我兒子有駕駛電單車 他也是拍在這裏 或者是健康院那裏 又或者是健康東街那裏 但是我都聽他說 都是不夠的 有時候都可能要 少少為例排陣 但是怕抽牌 骨位不夠 附近的屋苑停車場 又沒有電單車拍位 車主唯有硬撕 推跌其他電單車是常見的事 晚上拍了 早上一人過來上班就是這樣 那是否要經常被人推倒 對,經常 現在兩、三次 兩、三次 是新車 我朋友也住在這裡 他也有很多次電單車 跌來跌,全部被人推倒 那你事後如何處理 我自己來處理 沒有閉路電視 很少拍攝,他也想拍攝 兩、三個電單車 不只是一個、兩個 有電單車主 向當區的區議員求助 但是他只是肯透過電話 跟我們說回這件事 不願意出鏡接受訪問 就算是他有一個棄置的情況 這個是警方的回覆 是的,警方的同事就說 他會看著 但是問題說 暫時都未能夠即時 移走那個電單車 嗯,明白 有沒有說為什麼 因為有些法例 都沒有其中一個 警方有些這樣的情況 警方回覆我們的時候就說 對於長時間為例停泊的車輛 警方會根據車輛的圍泊位置 以及對道路使用者安全造成的影響 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至於沒有行車證和車牌的電單車 可能會被視為棄置車輛處理 警方會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移走、扣押和處理 而東區警區在去年的頭11個月 就為例泊車 一共發出超過13萬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運輸處說過去兩年 各區民政事務署籌辦 超過420次跨部門聯合行動 一共貼了超過4000張通知 並且移除大約3000部棄置車輛 當中絕大部份是電單車 而為了打擊死車的問題 政府將修改車輛登記 及領牌相關法例 新法例會要求兩年內沒有續牌的車輛 必須在指定時間內續牌或拆位 並向運輸處取消登記 否則即屬違法 運輸處計劃在今年年中 提交立法修訂建議 如果通過並完成系統更新 會在明年實施新安排 打工我當然想打風流工輕輕鬆鬆 但如果我做老闆 我當然想多點來勉勉手 最好我要無停手 想做到無停手都視乎人流 有人流 我自然有生意貨如輪轉 不過沒有人流的話就要等了 就像愚民市集的小店一樣 分分鐘等足一天都沒有一宗生意 為了帶動地區經濟 全港18區展開一系列 日夜都繽紛主題活動 觀塘早前更有新春夜市打響頭炮 隨著活動完結 觀塘市面也都回復正常 人多車多人煙囚紋 這個是大家對於觀塘的既定印象 不過有一個地方就例外 就是商場和小巴站 落一層的愚民市集 這個地方其實是香港首個設有冷氣 提供無線網絡的市集 環境站立又乾淨 不過開業三年面對疫情通關 港人不想消費到日夜都繽紛 現在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為配合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計劃 昔日在麥華街、協和街 及觀塘區內經營的持牌小販 獲安排遷至到愚民市集 得到永久落腳地 市集有135個攤位 現時有23個攤位都空置的 現場所見 拉閘的店舖都不少 究竟日夜都繽紛 有否幫到大旺人流呢 Hello 你好 是否經常來這個市集呢 是的 理想上是的 有甚麼看 喜歡這裏有甚麼 這裏嗎 其實這裏都不錯 也挺齊 市集的人流如何呢 很差很差 怎麼差 沒有人走 你已經看到客人 當主多過客人 人流或者那個位置問題 很差 以前有很多的反應 就是找不到入口 人流不堪提 你可以坐四個小時 不超過十個人經過 因為下了一層人就不願進來 但他有需要才說 我進來買東西 不買東西 我不進來 你覺得這裏的指示 會不會清不清晰 都不清晰 其實這些商場 廁所那些 每個人都在騎著 然後去找 問題就是地點在地上 不是一層那麼簡單 起碼是三層低 第二個問題 政府有關方面不肯做推廣 看起來真的挺門庭梳落 是的 我採訪的時候 間中只有一、兩個人走過 小店真的很難生存 究竟有沒有辦法解決呢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我曾經也做過小生意 真是覺得一分一毫都要計 你租金、工資、水、電煤、入貨 真的每件事都是錢 不是想賺大錢 但如果那個月我做到收支平衡 其實我當自己贏 說得對 說真的 誰會想做蝕本生意 做生意的都是想丁財兩旺 生意興隆 不如這樣 我們繼續帶大家去漁民市集 聽聽小商戶的心聲 一直協助區內當販的地區工作者 袁智仁 就認為市集裡面有不少香港製造的 優質產品 每次跟當主聊天 他都獲益良多 做了幾十年了 搬了五、六次 五、六次 半世紀 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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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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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跟生意相差相差 遠不遠 當然 那裏 街邊那裏 人多買東西 一走過就買 一走過就買 那裏 現在要特地 例如拆膠 還有膠紙 我記得那裏 以前教我 如何看好膠紙 你說一定會有個鐵盒 還有製造的地方是不同的 不同地方 這是泰國製造的 比較漂亮 是呀 外面有些活動 會不會多了人流 有沒有多到呢 多了很多人流 有些說 原來這裏 第一次進來 原來東西便宜了 比外面便宜那麼多 那便買一些 甚至有一條毛巾 都便宜很多 那生意有沒有說多了 會多些 多了多少 沒有說多 不會多得太多了 市集除了有文具 還有坊間很少見的 剪刀專門店 提供不同類型的刀具 和特別的剪刀 桑刀 那些算是刺肉的 就是酒樓用多 有九缸刀 就是斬骨的 都挺專門的 那些都是生秀 有些很利害的 有否特別 就是長途拔市 來到你這裏買刀 舊客也會回來買的 舊客 是否其實其他地方 都很難找到 這一類型的刀 其實這裏觀塘就少了 那在這個市集做生意之前 是在哪裏擺檔的呢 在觀塘道 移民坊那裏開檔 一天其實可以做到 多少單生意 沒有定的 有時一欄 有時兩單 那在之前的地方擺檔 跟現在相比 其實生意有甚麼不同 有甚麼轉變 有甚麼轉變 少了很多 少了 只剩下五分一 就剩下生意了 只剩下五分一 對 那你覺得這裏有甚麼不足之處 有甚麼改善的空間 有甚麼不足 有很多人不知道 有些 開了幾年 都不知道這裏開了 哈囉 袁先生你好 你好 覺得現在人流這麼少 主要的原因是甚麼 其實因為整個市區重建 將很多老的街坊 就要搬出這裏 而新搬進來的那裏 其實又不是他們 原本之前的顧客群 所以又有個落差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是做街坊生意的 當然他們賣的東西 其實很有特色 但問題就是 你缺乏宣傳下 其實新進來的住客 其實又不知道 他們在賣甚麼 我想其實在宣傳上面 其實要做得好些 那你覺得有關當局 其實可以實質做一些甚麼 去幫到整件事 或者增加人流 在通道上 其實要解決例如 我們會見到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有些人 稱呼呼的地牢市集 因為其實他們 要坐一個電梯 才能進來 就好像他們在地牢 我們會見到 其實附近有一些通道 其實是可以開的 那怎樣可以 一些地面可以走過來 容易一些 或者是怎樣可以 令到周邊的人 知道他們存在 其實這個地方 上面就是小巴站 就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 但偏偏些人就不下來 所以你在那個通道 怎樣可以運用 好像我們旁邊就是一個通道 但其實你看到它又不是很開放 所以怎樣把那些人帶進來 這個是很重要 大家都期待通關服償會帶來新局面 可惜等待 換來的是港人北上消費 一向在社會邊緣遊走的小販 究竟怎樣才可以走得更遠 這個問題值得各界深思 我們年輕人比較少想當年 但我爸爸媽媽 經常都跟我想當年 會跟我說他們怎樣認識 怎樣拼搏 之後就會說我未熬過 五年代不同 經歷就不同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聽 一些老人家說故事 他們的經驗之談真的學到很多 四四方方 略帶米黃色 竅來鎮鎮鹹香味 吃下去口感細膩 味道唇口 好吃的食物是會歷久常生的 就像富嶼一樣 價錢便宜 味道正 用來送飯也可以 炒菜也可以 而這一罐富嶼背後 還有超過百年歷史 這間富嶼老店 在1905年開始雜根香港 到現在已經有接近120元的歷史了 由一對孖山兄弟創辦 再一直傳承下去 去到第三代傳人廖振健的手中 廖先生, 你就是第三代傳人 當初為什麼會決定接手呢 因為我爸爸剛剛不舒服 兩兄弟又剛剛去了移民 我要接手這份生意 因為我是從小做到大 跟著店舖 由頭做起的事 所以跟著爸爸 我怎麼知道爸爸那麼聰明 就開始接手做爸爸的生意 是不是這麼多年來店舖 都說是這個地址呢 對, 在這個位置是原子店 富嶼是一種沒有季節性之分的食物 一年四季每天都可以製造 就好像他們一家人一樣 每天都會在這裡幫忙 做著做著就已經傳到第四代了 你們的店舖經過了很多代 到你現在這一代 為什麼你會決定接手呢 從小到大都坐在一個店舖 其實我讀完書回到外國 我又做自己的事 跟著又做店舖的事 兩邊一起做 做著做著 其實慢慢慢慢就 我便拒絕了 你小時候已經對著婦語 對於婦語 你有什麼感覺呢 有很多很搞笑的事 譬如如果 給學校的老師知道 你做婦語就會 每個人都會問你 什麼時候幫我拿一張婦語給我 所以我都不看 婦語其實是怎樣製作的呢 婦語的製作 其實主要是用黃豆 黃豆 將它煮成一條漿 然後將它押了做 一個婦語的模 然後再發酵 再後期的一些調味 就形成現在的婦語 好像很多工序一樣 做一勾這樣的婦語要多久呢 做一勾的婦語 多數就要 快的就要兩三個月 慢的都要幾年 兩三個月和幾年 其實分別都很大 吃出來的婦語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兩三個月 通常就是我們 方便炒菜的婦語 而老婦語 擺了幾年 我們做了幾年的婦語 我們就叫老婦語 通常的味道 我們就選擇更漂亮的婦語 去做老婦語 對的 顏色也比較老 但是吃出來的味 你真的會吃到幾個月和兩三年的味 很濃郁和沒有那麼鹹 如果想試一下婦語 是否真的好吃 可以有什麼方法 其實婦語 就好像芝士一樣 如果你想去怎樣吃 真的婦語很美味 就用一些簡單的東西 例如麵包 多士 或者是飯 去試婦語 有少少麵包 例如多士或麵包 你把婦語塗進去 灑一點糖 大一點的砂糖 你吃下去 你就能吃到婦語很美味 有時候我們打開 會看到裡面變了黑色 那是為什麼呢 還能不能吃呢 其實婦語變黑了 它放得久了 它是放開了 它就會變老 我們家人 通常我們 會吃婦語的吃法 就是把它放到 有那麼黑 有那麼黑才拿來吃 這樣就更加好吃的 會很香的 你打開了 放到很黑的婦語 你聞一下那個味 你聞到一股很濃的 很香的 酒味 這樣就是最好吃的婦語 香的婦語 就好像一個美麗的紅酒 我們都很原始的 我們一直都是 限量生產 然後做完就 就收舖了 我們家裏做婦語 就是想保持著 原始是怎樣的 我們就一直是這樣 不想怎樣 改到外形的味道 或者盡量 我們想保持 是這樣的 一間婦語老店 養活了四代人 他們人人都是吃婦語大 對於他們來說 吃到婦語的味道 就好像品嘗到家的感覺 你現在傳給兒子 你有甚麼感受 感受 重担就放輕了 接下去就開心 東西繼續傳承下去 你作為第四代傳人 你對自己有沒有抱負 其實我們家裏的生意很簡單 雖然現在我接受了 但其實跟以前一樣 都是家裏的人 坐在一起工作 希望這個生意 簡簡單單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很開心 我們之前報道過 八香的鱷魚 終於有好歸宿了 在經過網上投票之後 他亦有名有姓 他新名叫八香果 大家有時間的話 記得去談談他 還有記住報料給我們 歡迎WhatsApp 68960931 我們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如果養這些東西 效果是好的 應該很適合 特別是老人家 現在有很多母艦 是呀 因為是一個顯示器 顯示出來 安全帶感應器 可以讓市民和司機 看清楚安全帶系統 緊貼時事,一線搜查